二十二岁那年的我 依然在校园里穿梭 打理着自己的学习和生活 在图书馆忙碌着 看书 科研 认真生活 对未来的憧憬 就是按部就班地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恋爱 结婚 幸福美满 然而命运却总是让人出乎意料 我得到了一个出国读研的机会 这个机会让我觉得既开心又忧虑 总是有一个声音在质问自己 三年后我二十五岁 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周围的人都结婚了 我嫁不出去了该怎么办啊 我真的不想让你走 三年时间别人都成家立业了 你一个人还在外面飘着干嘛呢 可是妈 我就是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为什么你总是想让我循规倒去地走 你们已经走过的路呢 你现在二十二岁了 是最宝贵的青春 不好好珍惜 跑到美国去简直就是浪费时间你知道吗 可是为什么你们总是觉得 女人未成长所花费的时间 就是没有意义的呢 三年时间 抛去路上可看到了风景 只为在结婚那一栏上打上一个勾 又有什么意义呢 唉 你太不懂我们的苦心了 其实 按部就班这件事和过得好 并没有什么关联 三年里 有些人过上了模式化的生活 有些人被家庭在奔波 而我却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风景 做到了自己未曾尝试过的事情 了解到了很多来不及了解的人 这个世界总是很浮华 一些奇怪的标准也是很不公平 为什么三十岁的男人就是黄金单身汉 而三十岁的女人就是凋谢的圣女呢 这些在我看来都不算 因为只有时间和阅历的积累 才会让人变得优雅和从容 会让人更加了解真正的自己 所以不要妄自菲薄自己的年纪 也不要匆匆在人生的每一篮上画钩 只要努力往前走 我相信在变得更好的路上 一定会遇见那个更好的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